今天要给露露做一个黑下巴护理 做黑下巴护理之前 您首先要准备好几样东西 这个是湿纸巾 棉签 然后里面那个药是软膏 这个是温开水 旁边这个瓶子装的其实是酒精 准备好这几样东西 然后把猫装来就行了 猫咪的这个黑下巴 主要是因为细菌感染 也许它是因为吃的太油 油脂分泌过多 然后堵住了这个毛孔 所以导致毛孔呼吸不畅 也有可能是因为食具的不干净 把不清洁的不够 当它这个毛孔堵塞以后呢 就会产生像人的粉刺一样的东西 多了以后呢 它就形成了黑下巴 露露这个因为已经 已经护理了好几次了 所以已经几乎是差不多好了 那么第一件事呢 我们首先要用温水 把它的这个黑下巴的地方打湿 让它先润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用湿纸巾吧 这个沾一点温水 湿纸巾打湿了以后呢 给它敷一下下巴 因为这个下巴黑下巴的护理 既不疼也不痒的 所以说对猫来说 它不是很抗拒 只是你抓它的时候 它可能比较抗拒 看现在一些黑色的黑头 下巴上的那个黑头 就是那些小黑点点 先软化一下 就一遍于待会更好的 把它擦干净 好了 我们看现在过了五分钟可以 刚才那个湿的湿纸巾 一点一点的给它擦下来 看到没有 这个黑点点 擦下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它就像粉刺里面的一个黑头 擦干净了就漂亮了 其实清理下巴是一个挺舒服的事情 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抗拒 只是你把它控制住了 妈咪是不喜欢受控制 它闹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凶 知道了 好凶 好凶 把黑点点擦掉就漂亮了 要不你就找不到男朋友 就像我们长青春痘 或者是长那个白头黑头 在那个嘴唇的旁边 它会长一些 擦干净就好了 牛牛走了 牛牛走了 不凶 它它不来 嗯 它走了 好了 继续 好了 把下巴清理干净了以后呢 第二步就是 给它抹上酒精消消毒 为了方便 我把那个酒精装在这个喷壶里面了 所以直接给它下巴上喷 这个时候呢 要用手护住它的眼睛和鼻子 喷的时候要注意这个 当然你在家 你也可以用小瓶子装酒精 然后用棉签去蘸酒精 然后给它消毒 黑下巴清理过的地方 这样才能避免它 那个痘痘发炎 就像你挤痘 挤完了以后 你不消毒的话 不好好护理的话 它会可能会翻浓呀 或者更严重一些 好了 那么现在呢 就给它涂上一点软膏 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孩子用的 一个透明的一个膏体 这个比较温和 把这个软膏均匀的涂抹在下巴 就是原来有黑头的地方 因为下巴它自己是舔不到的 所以你抹药还是挺方便的 这是护理好的下巴 就是已经抹好药了 嗯 好乖 很乖的 是吧 好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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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的